來到萬和一號公園裡走上木棧道 體驗小橋流水蜿蜒地徑 見證景美溪東之流的歷史人文 那我們裡面的設施其實說不多 但是多跟文史有一些連結 那包括我們107年跟萬福國小 所做的這個點亮萬聖莊的活動 透過這個中國傳統的剪子藝術 那把這個移植到現在的公園來 那有很多的這個造型 包括以前的從萬華到新店的萬興鐵路的造型 也有土地公廟的這個造型 也有這個天土教會 也有基督教會 這些零零種種的結合的這些 當時的一些地方的文史把它融入 那也趁這個改造呢 順便讓我們在地的甚至於來參觀的民眾呢 能夠了解它居住的環境的以往的面貌 那能夠讓他們能夠更融合在這個地方 也更愛護這個公園 早年這類歷經眷村遷移與提防興建 支流埋入地下湘寒 從此不見天日 為了讓水重新成為社區生活的一部分 萬和里里長武座榮積極向師傅爭取打開湘寒 重現水岸風華 那我們這個萬和一號公園 其實是一個帶狀公園 從一號二號三號 一直到景美抽水站 那這個公園呢 以前是早期是景美溪的東支流 那大概在民國69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水量少了 然後有住戶 開始移基環境不是很好 所以說政府就做了大湘寒 那把水引到湘寒裡面 上面就附土 完成現在所謂的林里公園 那這個林里公園呢 到了大概105年的時候 那我們覺得這個整個環境 跟我們的整個建村改建 這個有一些奄言 所以說我們又融入了這個地方的一些文史 包括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京美溪的東支流 以及我們200年的防洪牆 因為我們一開始這個里裡面 津建還沒來的時候 是一個沙洲啦 那因為跟水的關係 本來就非常的密切 那這個後來因為做了200年的防洪牆 以及這個湘寒之後 把這個人跟水的這個親密關係 給阻斷掉了 所以說我們很希望說 能夠恢復這個有水的日子 那就順便把這個建村的文化 以及這個周遭的一些地理 跟這個文史 給一起融入到這個公園 那希望這個公園 能夠朝著這個環境生態 以及保育的這個方向 來做出一些對這個環境氣候 有點實質好處的這些建設 萬和一號二號與三號公園 連成的袋裝綠地 是當地居民休閒運動 尤其的好去處 公園內除了有遊樂設施 也有大量的植栽樹林 並建置建走路線步道 除了美觀 整節的公共設施 也大大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質 另外文山區的C級運動居點 也在公園旁 不少長輩搶著報名 完成這一小時的團課訓練 對身體健康 都運動 訓練腰 還有肚子 腳 手 全身都有 環境很好 來參加運動一下嘛 那原則上我們當時是吸收 這個一三五的下午的課程 也聘了這個專業的這個 健康運動的這個 受過訓的老師 來指導受課 那因為大家這個 都非常的踴躍 那我們原則上是遭受 這個60歲以上 健康跟假健康 以及這個 記憶力不足的 等於是這個有點 不方便的的前期 希望他能夠 因為做運動 能夠這個身體更健康 那目前來講 因為整個開課的狀況很好 所以說我們今年度開始 社會級也變了 較多的預算 那我們希望能夠一三五的上午 也來同時開課 招收更多的學生 讓大家能夠這個 多多的運動 然後有個好的身體的健康 跟著健身教練口號 動動手腳 即使是坐著 也能運動到全身肌肉 長輩們徒手訓練 也會運用輔助器材 增加訓練趣味 台北市政府推辦 在樂林健康中心以來 不少長輩就積極到此運動 促進身體健康 同時活用空間 提供長者 完整的健康促進服務 記者旺君台北報導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